我們常常講 有人說翻臉就翻臉 而且翻臉跟翻書一樣 我沒有想到說 這個用在科P上面 也太厲害了吧 昨天八個人 你自己講嘛 人家也是有頭有臉的 兩個人也都是要 爭逐立法院院長的位置的 也都是非常有重要的角色 來你這裡 來你這裡也都來了 也跟你談了 也都跟你閉事了 照理講 你應該給一些善意嘛 沒有接盲的時候 我沒有決定要給誰不知道 那更不要是 你把人家騙來什麼 我不是團進團出 八票 來一次八票 沒有 今天不是這樣 他說我們不是八個人 團進團出不是八個人 都投給一個選項了 是按照黨團的整體意見 我完全聽不懂 我完全聽不懂的鬼話 他敢這樣討論皇室講來 那他們的立法院黨團的副主人 居然這麼講 團進團出的意思是在 會議當中的集體共識決 集體共識決不是投一個嗎 沒有喔 他說可能幾個立委 投給哪一個人 另外幾個投給其他的人 我的共識是 大家在分票嗎 是 保安哥 其實柯文哲從一起到現在 唯一不變的是什麼 永遠都在變 所以之前我們在那個 之前在藍白河的時候 就說什麼浪三趴就變成浪六趴 知道人家說欸 對啊 結果之前就說我們 唯一的公開透明 結果後來現在又可以跟你講說 公開透明 那個代表的是走場啊 那個沒有認真些 真的要談事情就要閉門協商 知道人家說欸 不是 他以前罵人的都回到自己身上 他毫無羞恥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他永遠都是一件事情就一體兩面 你做不對 你這樣做不代表我做就不對 所以呢 你以前關起門來叫密室協商 所以你罵人家民進黨雙標 你自己更雙標 我沒有雙標啊 因為所有出的標準都是我在定的 真的還有雙標的問題 是我設了這個局 標準是我在定的 你如果做欸不對啊 因為你本來就all day 你當然不行啊 你這個本身就是黑體出來的 你關起門來 你老柯一定是跟他密室協商 我不一樣啊 我公開透明啊 我誰啦 我柯屁欸 我智商一五七欸 我怎麼可能關起門來 會跟你在搞密室協商 所以我關起門來 是為了大家真誠地進行一個 相關的意見溝通 我才能說欸 才能說欸 因為他沒有被你們這一個 世俗的規範所影響 所以你剛剛講到一個重點 什麼樣的重點呢 我本來去之前 我們不是都講好四點聲明嗎 就是四點聲明 那個來臺灣之後 喔 愛的抱抱一出來之後 結果欸 馬上就說什麼 欸不對啊 要五點聲明 為什麼要第五點聲明 馬上改成單一 招尾制 結果後來弄出這個單一招尾制之後 誰買的了 游錫坤買的啦 為什麼 因為游錫坤你發現 欸 他好像藍白快要合囉 我這個院長的位子可不可以保 加碼 他這個客戶則要的就是什麼 要的就是你加碼 後來發現你現在加碼之後 他滿意了嗎 沒有啊 怎麼會滿意呢 因為我最常要的是什麼 就是招尾這個東西 可能沒有人offer給他 藍跟白可能沒有人給柯P 招尾這樣子的一個最後的一個位子 所以柯P現在馬上又翻盤 又翻盤又說什麼 喔 我們那個團進團出去 一起走進去 不是代表一起投票 他完全顛覆我對政治的認知了 不是 寶劍坤 因為你太認真了 你跟游錫坤一樣 你認真了 你說跟柯文哲不要認真 當然不要認真啊 你要學韓國瑜 對 他不是政治人物 他是網紅 你現在用所有網紅的觀點 來看看柯文哲 你就會發現所有事情就合理化了 哪裡有聲量 哪裡有什麼 就往哪裡去 你知道他今天怎麼去立法院的嗎 騎U-Bike 吃飽的手銀 騎一把什麼 因為他這樣會有人拍啊 後來呢騎完U-Bike之後 你知道他怎麼離開立法院的嗎 坐公車 好不好 好 所以他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要維持他這些聲量 但是阿伯很親民啊 為什麼要 他很親民 如果阿伯真的很親民 那為什麼搞到現在那個 台北市政府一大堆弊案 昨天那個蘇慧姐不是在講一大堆嗎 一大堆案子怎麼沒交完 所以他親不親民這件事情 有待這個講萬案進去挖掘 但很顯然一件事情 柯文哲從頭到尾 沒有把自己當成政治人物 他所有當的都是把自己當網紅 所以如果你把他自己全部 而且他有一個原則 我現在認真看了 我發現他有一個原則是非常清楚的 而且是從來沒有變過 就用完即丟 他所有東西全部都用完即丟 用完即丟 他的下屬用完即丟 這我們就之前很多人 我們不用說 光是那個林周明 都發局的最慘 不管是林周明 或後來接的什麼黃錦 黃錦什麼 每一個都為了他去上戰場 結果到最後每一個 出來之後就變科黑 然後呢 然後現在還沒有覺得 Say Sorry 沒有啊 柯文哲用人政策 就是用完即丟 他不僅對他的政策用完即丟 他連對他支持者也用完即丟 什麼支持者也用完即丟 當時柯文哲怎麼會變成是台北市長 不是就是因為太陽花學運之後 很多學生都支持他 覺得哇 然後他不是也就是說 他挺太陽花學運嗎 結果呢 他說 我們是反黑箱 不反服貌 那是不是也等同 背叛那一些當年支持他 那一些學生 所以你就發現他不只對他的下屬用完即丟 他對他的支持者也用完即丟 他現在又要對誰用完即丟 他現在又要對他所有這個八個 所謂的未來立法委員 你不要說未來立法委員 現在我想請問一下 現在這八位一天到晚在那邊見客的這八位 有哪一個人是現任立法委員 沒有 那你怎麼把你們現任立法院當黨團在用 現任立法委員你有看到任何一個嗎 對啊 陳婉惠呢 他們到現在還在領國家的錢喔 結果你有看到任何一個人嗎 所以你說這已經是糾戰雀巢了 現在照理講 這個黨團應該是剛剛講的 張祺路啦 陳婉惠啦 現在應該是賴香菱啦 全部都被掃地出門了 掃地出門 最好笑的一件事 你說在糾戰雀巢沒有錯 可是而且你要知道 這剛剛提到那幾個人喔 你那個感恩晚會有去吃飯嗎 沒有 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那代表什麼 因為他們很清楚 柯文哲要把我們丟包啦 你人家說人走茶涼 人還沒走 就已經茶都涼了 茶都不給你喝了 不要說茶都不給你喝 你現在辦公室 我覺得 我每天看這個場景 我都覺得很莫名其妙 不好意思 請問 你這個部位 你們跟我一樣 現在是老百姓耶 你怎麼立法委員 不是耶 不好意思 你怎麼不是立法委員耶 你現在跟你們整個黨部當成 是你們自己的辦公室一樣 所以你要看柯文哲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對他來講 所有東西都是用完即丟 我所有東西以我現在當下的利益 為最重要 你今天看到他用黃國昌 他用黃三三 剛才哪一天 他就一腳把你給踹走了 因為對我來講 什麼對我柯文哲最有利益最重要 才是我唯一要考量的 最多是我剛剛在想到 現在這幾個還不是立委 如果現在這個地方是民眾黨的黨團辦公室 那應該是陳婉慧 那應該是張啟露 那應該是這個所謂的這個賴香凌 是他們現在還是這個地方的主人啊 這個制度我不太懂耶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 我也不知道 應該是他們的辦公室 對啊 怎麼變成現在變成黃國昌的辦公室一樣 但這個 現在這個情形 這兩天有變化 因為柯P已經發現到一個問題了 就2月1號投票完以後 跟他沒有關係了 這八個立委是去搞八個立委的事情 對不對 那你反過來看 柯P很會算你知道嗎 他防這些立委來沾他的軍費 你知道嗎 他把它切割成兩塊 你們去當你的立法委員 小心一點 不要貪污 貪污被我抓到 我就開除黨籍 他開會講這個話耶 然後他不管這個事了 因為他的角色就是到了 2月1號投票結束 這個黨就沒有 那我再反過來問一個很簡單的 前車之鑒 在上一屆的 你剛剛講的這幾個 賴湘寧這些 高鴻安 他們有五個立法委員 你認為他們有在台灣的立法院 有任何表現嗎 他無足輕重啊 五個人無足輕重 無足輕重理由是什麼 因為能力不好嘛 包括他的副總統 去當立法委員 吳欣穎 你有感受到他有存在立法院嗎 沒有 所以民進黨的立法 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從上一屆開始 就是一個無足輕重的 立法院的黨團 從來不被人家尊重的 也不被人家尊敬的 也沒有什麼表現的 所以柯P逼他們出來選舉 全軍覆沒 那是想當然而的事情 他們就是因為選不上立法委員 才來決定這個不分區嘛 但這個故事呢繼續複製 所以他們這八個人未來兩年後要下去選舉 最後也攔逃全軍覆沒的結果 會全軍覆沒嗎 當然當然 不可能嘛 然後民調就知道了 你要不相信我過完年我做民調給你看 這個一定會的啦 所以他們民眾黨的立法委員 在台灣政壇上 未來這八個人重不重要 不重要 當然不重要嘛 他重要的是二月一號那一天投票 那柯P知不知道 他知道 當然知道啊 因為你這八個人沒有創造議題能力嘛 如果有的話 唯一的可能是黃國昌 但黃國昌那個議題創造能力 我看很爛嘛 對不對 民進黨一個個比他厲害了 對不對 然後國民黨現在年輕的優秀一大堆 強版面一大堆 還有 被韓國瑜爆了 對 爆衰了嘛 對不對 一爆爆衰掉了 那個就起不來了 然後你要知道 113個立法委員能夠上電視的 很困難很困難 絕對輪不到你黃珊珊這種沒有內容的 就叫做什麼 口尖 嘴尖皮厚副中空 嘴尖皮厚副中空 山中竹筍 對 山中竹筍 滴筍啦 滴筍啦 所以這個皮沒有用的人 我覺得那個筍子還沒長成 竹子已經冒出地面了 所以那個嘴巴是尖的 然後那個皮還很厚 那個但是中間還是空的 空心大老官沒有內容 是他們的特性 那柯P了不了解 當然了解啊 那立法院怎麼爭鬥 所以你要知道現在的柯P的心態 他很清楚知道他的定位 他的政治影響力到2月1號結束 2月1號以後 他緊跟著而來的 通通是排山倒海的打擊的力量 因為他的敵人叫賴清德 賴清德是他的敵人 他是賴清德的第一號的 Wanted通緝目標 所以柯P的路會非常的艱辛 而且活不過一兩年 好 瑞德 真的像在賴清德的眼中 頭號的敵人通緝犯 就是柯文哲嗎 好 事實上那麼政治是非常現實跟無情的 很簡單 那麼對以後民進黨的發展 會造成威脅的 那當然就是頭號敵人啊 那國民黨本來就是跟民進黨是敵對的 所以呢 可是問題是在這幾次 從這個朱立倫 韓國瑜 跟這個這次的相關的侯友誼 都告訴我們一件事 中華國民黨如果待職參選的話 必敗無疑 所以下一任的這個等於說 2028年的總統 不會是台北市長蔣萬安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三個前程之劍嘛 所以最有可能的一定是 中霸天的這個 盧秀燕 可問題是盧秀燕 在民進黨的整體規劃裡面呢 盧秀燕雖然勒和非常厲害 但是他沒有那麼難打 為什麼 因為他畢竟是中部的地盤為主 他不是在北部跟南部 南部沒有辦法撼動 中部 北部他不是領袖嘛 所以呢 那麼可以影響到 真正可以拔走這個民進黨的根是誰 那當然就是柯文哲啦 你不要忘記他的369萬裡面有259萬票 就是從民進黨這邊拉過去的嘛 假的 我問你嘛 如果你兩邊 因為柯文哲自己本身是做沒本生意的嘛 他都做沒本生意嘛 他這一次在立法院的政府院長裡面呢 不是把國民黨跟民進黨玩弄在鼓掌之間嗎 各位真正的贏家是柯文哲耶 你不要以為真正的贏家是黃國昌 你錯了 黃國昌是爽到韓國瑜來拜會的時候 那種樂不可知 那種笑不龍嘴的那個樣子 但是在他樂不可知笑不龍嘴的時候 他就得罪一個人 叫做柯文哲 為什麼呢 因為我請問一下 黃國昌2月1號才就任立法委員吧 那麼黃國昌那天在接見這個 等於說 韓國瑜的跟游錫坤的過程當中 他儘然就以立法院裡面 巴西民眾黨的總召自居嘛 所以呢 對柯文哲來講 沒有任何人可以 凌駕在這個等於說柯文哲之上嘛 所以你不要太小看 柯文哲那天為什麼騎U-bike 來到了立法院 他現在可能沒事做 就叮在那個地方 你知道嗎 就叮他們的巴西立委 不要忘記喔 未來這巴西的民眾黨的立委 的辦公室主任 必須經過柯文哲的民眾黨的黨中央 考試通過以後才可以接任嘛 還有按照柯文哲過去的個性 他們這些助理很可能就是把黨 黨裡面的黨職人員 放在助理的位置 國家幫他養 合法的養嘛 那麼對賴清德來講 現在有一個集中之急是什麼呢 趕快在2026年裡面 把這個所謂的九合一 縣市首長的部分 光護回來不是沒有機會 我講坦白不是沒有機會 包括新北市這些縣市都有機會 所以呢 賴清德當然頭號目標 就是這個等於柯文哲嘛 請問柯文哲 現在在很多縣市 都是三成以上的得票率 他會放過九合一大選的 縣市首長的佈局 跟縣市議員的佈局嗎 不會 而他不會放棄的情況之下 他一定會跟這個 國民黨的藍營這邊 互相的 那麼等於說Double以後 互相的廝殺 互相的搶奪地盤嘛 那我如果是賴清德的話 我當然要想盡辦法 讓你們兩個人 事件事去廝殺去裂解 到時候我就坐收余鋒之力